你好 欢迎收看6月23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2023花莲龙舟进度嘉年华 在23号下午圆满落幕了 而县长徐珍为野青子出席 为夺得佳击的队伍受奖表扬 场面相当的隆重而且简单 虽然天空不作美下起大雨 但仍然交不息民众的热情 在场边不停呼喊加油 希望队伍能取得最佳成绩 45支队伍经过两天的角逐 2023花莲龙舟进度嘉年华 在23号下午圆满落幕 县长徐珍为野青子出席 为夺得佳击的队伍受奖表扬 场面简单隆重 而且今年有蛮多新的队伍 真的很开心看到新的队伍能够加入 明年我们提高奖金 明年对数增加好不好 好 这一次感谢大家 因为大家来参加李玉潭更精彩 而因为大家来参加 我们李玉潭展龙舟的竞技 才能圆满成功 龙舟赛结束比赛结果也出炉 公开男子组由国立华林高宫夺得冠军 男女混合组由修林香对不对获得冠军 机关团体组由华林县消防局获得冠军 而欢乐体验组则是由天公主龙舟团获得冠军 正常活动 最后也在众人欢乐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记者徐立琴收风箱报导